腳步踩出來 腳步踩出來 小朋友認真的跟著教練的指示 代球上籃 意外多了一堂籃球課 讓小朋友玩得非常開心 台中市籃球推廣協會 除了義務教導小朋友打球之外 還捐贈籃球給台中無所偏遠的中小學校 希望可以帶動學校的運動風氣 這邊小朋友很少 資源太少了 所以我們希望 來選擇這個地方來做正球儀式 順便來教小朋友打球 那剛才我發現到 最偏鄉真的是資源很簡陋 他們的籃球場都很破損 破舊不堪 所以我們未來在市政府 我們會來幫他們來爭取 這個籃球場地 把它修復好一點 讓小朋友有一個比較好的活動空間 協會指出 偏遠學校資源較為缺乏 學校內不但沒有足夠的設備 更別提要組球隊社團 因此才會捐贈學校籃球 能夠發揮出來這樣子 很開心 我希望學校以後 可以成立籃球隊出去比賽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思念籃球場 你看家那腳 膝蓋 有沒有 校方表示 藉由協會的拋磚引玉 能讓孩子有更多運動的機會 培訓更多的運動人才 而協會已表示會持續安排教練到學校來教學 希望可以將籃球這項運動努力的 向下扎根及推廣 讓孩子每天都能開開心心打籃球 藉由王盛炫 台中採訪報導 帶孩子在這項運動努力的